画彩前这些技法你还不知道吗 今天教大家游戏彩前的基本技法 首先是游戏彩前的单色平图技法 力度均匀地排出深浅一致的色块 单色渐变力度逐渐减弱或加重 让颜色由深到浅 或者由浅到深的渐变自然 又或者在平图的基础上 逐渐的缩小面积叠加颜色 也是可以达到渐变的效果哟 双色叠加平图 在一个颜色的基础上 再叠加一个颜色 产生另外一个颜色的效果 双色渐变 两个不同颜色使用单色渐变法叠加 产生柔和的过度 压痕留白 用尖锐物体压出痕迹 裁纤上色会有留白的效果 柔和 用棉签 纸笔等工具 把颜色揉擦细腻 勾线 这里勾线是指防水勾线 适用于一些马克笔 水彩等画面的创作 踏印 把质感坚硬 表面有凹凸纹理的物体 垫在纸的下面 用彩线平图 就可以印出表面的纹理哦 以上就是 油性彩线的基本技法啦 关注我哟 下一期讲解 水融彩线的基本技法